今天早上就要跟大家分享的算是 TOMICA四月的新車 TOMICA與超人力霸王系列合作的 超人力霸王的脫美汽車 然後這個系列是所謂的貨車系列 或者是宣傳車系列都很念啦 UTG01 我本來以為他們這個新的系列 會配合像之前那個鋼彈系列 或者是那個 公騎駿系列的會推出特別版的鐵盒 但等了一次都沒有等到 我想說是不是應該就是沒有了 那這個是迪卡盒子上 那不廢話直接猜中給大家看 我個人是覺得我蠻喜歡這個很大膽的設計 就是直接一個頭 一個臉 一個臉給它掛在那個 一個臉給它掛在車頭啊 那晚上開車的時候 車燈 車燈就是眼睛的話好像也還不錯 不知道怎麼有壓到 打開盒子這樣子啊 上面這樣子 它的車頭是金屬的 後面是塑膠的 但整個車頭是金屬 這點還不錯 前面車頭這樣子 兩個車燈印製的 有點可惜 後面這樣 這邊是宣傳照 後面這邊沒有塗裝 有點可惜啊 然後這是它的超能力霸王 變身時候的狀態啊 這個臉還不錯 可是說真的 單看臉 單看臉 我現在已經沒辦法記出 它是哪個超能力霸王 底部這樣子啊 2017的車底啊 然後算是卡車鞋 車側面這樣 正面 轉來圈啊 有興趣的朋友考慮購買 這算是4月的新車啊